地球上万物的故事 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 就是物种之间互相成就 互相合作的力量 这力量给人以期望 守候与未来 南太湖畔 湖州敌岗的一天 是从凌晨四点开始的 老街的茶馆里 爷叔们喝早茶聊闲天 农贸市场上 家庭主妇们买鲜鱼买小菜 时间仿佛在这个古老的小镇 凝固了一般 这里的人们至今仍保持着 传统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 朱阿姨和老伴一起 守着家门口的五母鱼塘 他们养鱼不用买饲料 节省了80%的养殖成本 这种精打细算的背后 得益于敌岗先祖千百年来的 生态农业智慧 先民们在太湖筑笛围田后 顺势将地势低下 常年积水的洼地 挖深变成鱼塘 挖出的泥在水塘的四周堆成高基 基上种丧 堂中养鱼 丧叶用来养残 残的排泄物用以喂鱼 而鱼塘中的淤泥又可用来肥丧 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 取得了两粒俱全 十倍合价的经济效益 这种模式被称作桑基鱼塘 我们这个鱼塘里面的鱼呢 它是一种一体的一种生长方式 然后呢 青鱼呢 是出螺丝的这些底层的 这个草鱼呢 是炒在它的中上层的 然后呢 我们花脸白脸 青鱼呢 是吃青鱼和草鱼的分别 无生为这些东西 它们都是在上下层 这样经营循环的这个局势 它能够进化 水质和一种生态的 一种生物方式 商鸡和鱼塘 它们之间的一个互利共生关系 它通过这种物质生物的 这种循环 有效地解决了零排放 或者你们理解不理解 这个零排放 事实上整个在这个循环过程里面 农业生产的过程里面 是没有废弃物产生的 2500年前古人的智慧 至今仍润泽着太湖沿岸的百姓 湖州现存6万亩桑地和15万亩鱼塘 绿桑成荫鱼塘连片 这是南太湖桑鸡鱼塘系统 优美农业景观的真实写照 从2016年开始 湖州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 开始与中国工程院合作 成立专家工作站 共同推动桑鸡鱼塘系统的 保护传承工作 敏青文教授是团队中的主要负责人 他定期会前来进行实地指导 湖沿岸相当于太湖流域所特有的一个 鲸鱼吃的 鲸鱼它吃了之后 里面的鱼吃掉了 然后它这个螺丝在鱼塘下面 到冬天的时候 它这个拿起来之后 就是别人一种斜坑鱼 这个是属于那种历史上冲击形成的一种 对对对 这个是形成 因为这个鱼就是吃这个嘛 吃了这个它就 所以我们这里的头浪 他们策定的时候 这个铁含量特别高 2018年4月19号 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国际论坛上 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予 湖州桑鸡鱼塘系统 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当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各国忧心忡忡的话题 零排放的江南生态农业模式 惊艳了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桑鸡鱼塘为 世间少有美景 良性循环典范 第一个就是它的经济特征 就是说这样的一种遗产 它具有对当地的老百姓 有一种食物安全和生计保障的功能 第二个方面 就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传统的生态技术 就是农耕技术的问题 第四个是农耕文化的问题 第五个方面是一种景观的特征 第四个帮情況 第二个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